学佛人的心态 首先要由执着心 改变为无常心 你才能对人间有更多的了解 常思进取 一定进取 常念佛号 最终成佛 常思挤过 解除迷惑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 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人生苦短 修心常乐精进 慢慢会由快乐 转为干净 师父还说 因为有快乐的人 他就不会去烦恼 心中就会发喜常驻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 这位同修分享到 有一天 也是摸到脖颈处长一小包 以为是脓包 毛孔堵塞了 好几天也不小 摸着里面有点硬 有点红肿 就想 怎么回事呢 晚上就梦到可能是抗日战争时 感觉 是我用一条白纱维帛 勒死了个小鬼子 或是坏人 有点胖 高圆脸 微薄 被风吹飞到空中 梦一完 我闭眼就想掌包的地方 可能是手骨节 勒食使劲的地方 早香给自己 烧了几张小房子 烧完就摸 立刻感觉小了点 我继续随机念大悲咒和往生咒 每两天就消失没有了 出现问题 烧小房子准没错 几年来修学心灵法门 灵验势力太多了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佛友分享道 大悲咒的妙用 家里的食品柜里爬满了蚂蚁 发现的时候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以前用湿纸巾抹下来 第二天发现会有死的蚂蚁 心里很难过 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就是把百人合唱大悲咒 放到柜子里 观察到 蚂蚁开始慢慢往处爬 等到第二天早上的时候 打开柜门 一个蚂蚁也没有了 大悲咒的威力太强大了 又碰到一次早晨开门出去的时候 这位同修分享道 分享一下 今天我先生从外地出差回来 很开心地说 外地机场欠他们公司的款项 都谈得差不多了 最终结算比他预计的 要理想得多得多 几乎翻了十倍 虽说这个工程已经结束好几年了 但工程款一直都没有全部结清 不过结果还是很圆满的 他说简直是不可思议 后面的审计 财务都是根据他们的思路走 这样下来 他们公司给我先生的奖金 也要翻十倍了 真的是意外的惊喜 我知道我给他放了那么多声 没有白放 真的是菩萨慈悲保佑 知道我们欠一屁股的贷款要还 我那么不精进 菩萨还是很慈悲 虽然我看不到菩萨 但是菩萨一直都在我们身边 不单单是保佑我们 也会避音到我们的家人 说句实话 我每天小房子念得不多 每每梦见我先生的奶奶和叔叔 我就画上一波 但确确实实 我在超度他们的同时 也利益到我的先生了 所以真的是一人学佛 全家受益呀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恩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 慈悲保佑我家孩子 期中考试考出班级第六名 年级第十五名的好成绩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自大为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不让师兄们背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每一个人都在争取一个完美的人生 然而世界上没有绝对完美的东西 所以要放下心态 有一个笑话说 中国佛教时考试 有一个同学 教了白卷 发榜的时候 没想到他得了一个满分 他非常的诧异 我教了白卷 为什么会得到满分呢 他让同学去问老师 为什么 这个老师告诉了他的同学说 这个教白卷的同学呀 他的意思啊 就是佛教的四大皆空啊 第二年 这个同学又选了这个课程 又教了白卷 但教完白卷之后 心中忐忑不安 心想 这次可没那么幸运了吧 不会像第一次一样 得到一个满分的吧 于是他亲自给老师打了电话问 老师 我这次 是四大皆空啊 没想到 听到电话 那边老师长叹一口气说 哎 本来要给你满分的 你看 你打来电话 看来 你还没有放下 看破呀 这个笑话就是告诉我们 牵挂就是放不下 人只有舍才能得 只有珍惜别人给你的爱 你才会拥有别人对你的爱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平安吉祥 是人心 将心比心 难为情 心中常住 慈悲音 一生一世 念佛经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